在华人聚集的南加州洞区一带 多元的饮食文化在这里蓬勃发展 近日一家以创新精致烹调手法和顶级新鲜食材为号召的豪华寿司餐厅 在核桃市引起美食爱好者们的广泛追捧和大力推荐 成为许多喜爱日本料理老汤们尝鲜的首选 想吃最新鲜高级的各式生鱼片 想吃最新鲜高级的各式生鱼片 享受中西合并的用餐环境 位于核桃市李新华广场内的Otoro 是许多喜爱日本料理老汤们尝鲜的首选 别家餐厅有钱也吃不到的日本进口顶级鱼类 左上大厨特制的爽口酱料 搭配日本进口寿司米 透过与众不同的精致手法和创意 呈现出来的美味佳肴 再配上道地的高级清酒 一顿极度定级日式料理 不用跑到日本就可以吃得到 今天的节目带您一起去尝鲜 不同于一般寿司店那种古朴传统日式风格 Otoro sushi餐厅有着强烈的现代感设计 结合着西式与日式的元素 建构出带有新潮摩登利落装潢的餐厅风格 从木条装饰的餐厅外部到餐厅内部的装潢摆设 处处都呈现利落大方的严雅品味 来到这里一定要试试别家餐厅 有钱也吃不到的主厨特制餐 Omakase 精选当季最新鲜的鱼类 经过主厨的精心调制搭配 一道道接连上桌 这是那个最新鲜的鲍鱼 又活的最新鲜的状态下 把它清蒸蒸熟了 跟海带一起把它蒸熟 然后我们这个是切薄片 那这旁边的是这个鲍鱼的肝 对身体最好的 养生各方面都是最棒的 这个叫做 这道菜叫做萨尤里 现在季节最好的银皮的鱼呢 就是这个萨尤里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细腻 然后它通常的话在出菜的程序上 不会超过不能在第三道以后 一定要是apportizer前三道以内的 因为它味道非常的清甜 所以你才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 很清新的这个细腻的这个甜味 口感是脆脆的 咬起来很鲜甜的 一般生鱼片的话是比不上 这在银皮里面的话呢 这道菜算是最高级的 对对 Saiori就是漂亮女生的名字 日文来说的话就是窈窕美女的意思 对 很优雅的一个名字 当然高品质的银鱼是另外一项招牌的卖点 银鱼赤身中腹上腹肉 在特调酱汁的体味之下 从淡到浓 油脂的丰美程度带来不同感受的甜味 以喷腔灼烤的银鱼大腹肉 油脂美味被火焰完全的释放 在大腹肉的浓郁甜度之外 更多了诱人的香气 烧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看 这个够油的话 它本身那个油是倒喷上来的 一烧完之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油都是往上喷的 这道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来的 只有我们店里是会有这种手法在做的 大概烧到了大概五分手左右 你看那油都是倒喷的 密布在鱼肚里浓郁的油脂香轻易的在口中化开 即使下咽后 鱼油的香气仍在嘴里环绕不绝 最顶级的享受滋味让您永生难忘 低调的老板和师傅不愿意在镜头上露脸 但是却非常乐意分享他对美食的看法和热情 已经有十多年日本料理经验的陈老板说 其实中国客人和日本客人的喜好不同 日本人喜欢品尝银皮鱼 华人则是喜爱入口即化的黑鱼鱼 而为了维持生鱼片的品质和新鲜 他每天凌晨四点半 必须要到洛杉矶港口鱼市场挑鱼 在这里每天都有着大量由世界各地空运而来的 新鲜鱼货 鲜虾和贝类等等 他所选的鱼全部都是日本进口隔天到达 只因为是如此 只要吃一口他所端出来的生鱼片 就可以马上感受到只有新鲜海鲜 才有的那一股生猛和活力 这一道叫金木雕 金木雕大概可以说是寿司的皇后 就是寿司中最珍贵的白鱼 他在深海大约500公尺到800公尺的地区 在觅食的 所以他本身眼睛就变得非常的亮 因为海底很暗 这个鱼的特色就是油脂非常的厚 非常的鲜甜 特别适合跟柚子汁来做的 第二道这个叫真鱛 我们这个台语叫恰章 就是最好的这个鱛鱼类里面的就是最好的 所以它的肉池也是很细腻的一种鱼 第三道叫做那个Suzuki 就是我们俗称的鱼鱼 但这日本的鱼鱼是比较不一样 适合来做生鱼片 口感有点比较脆脆的 也是都是用这个盐盐来做调味的 现在为你介绍的这个是最好的这个 日本这个Miyasaki的这个 所谓的叫跑山牛 它基本上是在山边牧养的 所以它一般就是说 三天会在山里面野生生活 然后一个礼拜大概回这个园子里面一两天 然后再好好地照顾它 帮它洗澡 帮它按摩 然后每天还要喝啤酒 很享受的一个牛 这个就是活的海苔 海苔跟山药在一起 然后用了日本的这个三白鼠 就是一种三种醋混合的 然后上面放了这个海胆 这是非常养生非常健康的 又有海胆的这个蛋白质 还有这个山药的这个养盐美容 活的海胆对身体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道菜 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开胃的开胃菜 然后第二道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是熊本的生蚝 上面有海胆跟这个Ikula 还有这个Cabia跟这个生蚝一起 旁边这个有一些活的干贝 还有一些像拔棒之类的 还有这个贝壳类的 整盘都是一个贝壳的一个装盘 再来看看这道迷你海胆鲑鱼卵盖 大份量的海胆和经过特殊腌制的鲜甜有弹性的鲑鱼卵 吃上一口海胆和鱼卵的浓郁鲜甜在口中化开 一口接着一口的强烈滋味带给味蕾少有的美味体验 Otoro餐厅的主厨善于组合不同食材 与加入特殊调味的精巧手法 带给顾客不同于一般寿司店高级的美味 在吃完满肚子的鱼生寿司之后 再来一碗以各种菇类熬煮多个小时的美味鲜汤 鲜甜浓郁的菇菌类精华 全部融合成口齿流香的美味 曾经听一位美食家说 美味寿司靠的是三分记忆七分食材 这个说法强调寿司这般美味 倚靠的不只是师傅的手艺 更重要的是对于食材品质的坚持与挑剔 看完了今天的介绍 我们更加相信用心才能做出好料理 像这样一顿极致的顶级日本料理 不用到日本现在在南加州就可以吃得到 想要沉醉在高贵浪漫又带有神秘感的用餐环境 又渴望享用定金美食 现在就可以到Otoro去一趟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